第三千三百四十三集 星魂斩 给我破 夜晨爆喝一声猛烈 拔出煞剑 剧毒原浮炸裂 灌注到剑身上 调动整个剧毒杀阵的能量 整把剑变得漆黑灰暗 毒物鸟鸟 在无穷的毒气里 一抹璀璨的星光 却是骤然绽放而出 还有恐怖的魂力波动 也在炸裂 夜晨直接使出星魂斩 强横的星魂剑气 夹杂着滚滚毒物 狠狠地斩向灵剑仙 什么 灵剑仙大势一惊 只觉得夜晨这一剑 刚好瞄准了自己的剑法的弱点 势难招架 他虽有还真净七层天的实力 但破绽被抓住 一身修为都发挥不出来 想要抽剑后退 但哪里来得及呢 夜晨一剑狠狠劈下 星魂斩极致爆发 一剑斩出了千万星光 贯穿无数时空 灵剑仙的仙宰身躯 立即崩溃 所有主宰仙器 瞬间溃散 浑身气急动荡 连连后退 差点一口血吐出来 该死 大意了 灵剑仙咬咬牙 终于发现施展主宰剑法 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门主宰剑法威力巨大 他以前面对强敌 也习惯施展 但现在仓促之间 却是忽略了夜晨 是轮回之主的身份 再用主宰剑法 纯粹是斑门弄斧 灵剑仙 霸刀神看到灵剑仙 被一剑击溃 顿时大害 但是他毕竟也是 还真净七层天的强者 战斗经验丰富 心里虽然惊骇 但手中战刀不乱 架杂着浩瀚魔器的 主宰一刀 依然斩向夜晨 冥顽不灵 夜晨冷哼一声 自然也瞧出了 霸刀神的刀法破绽 他用刀使剑法 太过刚猛 失去了主宰剑法的 最大精髓 破绽反而更大 夜晨深入偏红 脚步一挫 腰身一摆 刚好躲过了 霸刀神的一刀 那刚猛恐怖的 主宰刀锋 从夜晨身侧掠过 差点就要将夜晨腰斩 但偏偏最后 连一条毫毛都碰不到 夜晨看穿了 霸刀神的所有破绽 这一下躲闪看似凶险 但实际上无比轻松 不费吹灰之力 修罗魔爪 夜晨目光冷酷 一躲过霸刀神的刀锋 立即动用六道轮回法里的 阿修罗道 整个人炸起滔天的修罗杀气 手掌化作了无比庞大的魔爪 如要镇压万界虚空 威严无敌 夜晨狠狠一爪子 猛抓下去 顿时刮中霸刀神的手臂 锋利的修罗五指 比刀剑还要凌厉 一下子划破了霸刀神的皮肤 鲜血滚滚流淌出来 霸刀神发出一声惨叫 剧烈疼痛 手中刀掉落在地 魔道主宰的气象 也彻底崩溃消散 意境一切恢复 夜晨一个照面间 轻轻松松 居然击溃了这两个高手 虽然灵剑仙和霸刀神都只是轻伤 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但两人堂堂还真镜七层天强者 居然这么干脆就败在了夜晨手下 这心理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两人难以承受 随着两人心境动摇 夜晨的剧毒杀阵 毒气蔓延得更快 已经布满了整个刀剑天星 侵蚀每一片山河 每一片大地 没一把刀剑 灵剑仙和霸刀神两人身上 也缠上了滚滚毒气 模样颇为恐怖 小子 我要杀了你 霸刀神大怒 居然强忍住毒气的侵袭 重新提起刀锋准备再战 撤 然而 夜晨并没有恋战的念头 剑好了就收 立即抽身飞退 往秘境深处奔掠而去 夜晨很清楚 自己能这么轻松击溃刀剑二人 实在是侥幸 如果这两人不是施展主宰剑法的话 夜晨战斗起来可能会波为吃力 所以夜晨并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打算 他只想快点夺取到灾难天剑而已 能够挫败灵剑仙和霸刀神的锐气 摆脱他们的追踪 已经足够了 看到夜晨想离开 霸刀神恼怒不已 只想追杀上去 别追了 快驱毒要紧 灵剑仙出生阻止 语气却是带着点沮丧和无奈 如果不是被夜晨偷袭 中了剧毒杀阵的话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 思考战斗策略 而不是一上来 就动用主宰剑法 结果却成了班门弄斧 处处露出破绽 不过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还是尽快地驱毒要紧 整颗刀剑天星都被毒气灌满了 如果持续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会影响到 这颗星辰的地脉气韵 该死 魔刀神看着夜晨离去的身影 却是无比的怨恨 如果巅峰对决的话 他和灵剑仙未必会输 毕竟 他们都是还真镜七层天 而夜晨只有乾坤镜六层天而已 如果全神贯注 认真战斗的话 他们的赢面非常大 断然不会 到如今这般狼狈 可惜 败了就是败了 无奈之下 霸刀神也只好收回战刀 和灵剑仙联手 先驱散刀剑天星上的毒气 再驱散自己身上的毒气 而在两人驱毒的时候 夜晨已经迅速前进 奔向秘境深处 越是深入 夜晨越听到前面 传来阵阵呼嚎的声音 那是大阵运转 牵动天地大势的声音 看来太上天女 在这个秘境里 布置了诸多大阵 一则是保护灾难天剑 二则是考验夜晨 如果夜晨 连他留下的阵法 都无法破解 那也就没资格 再去挑战他了 夜晨不断前行 隐约间已经嗅到 心魔的气息 秘境外围的心魔诅咒 大部分被持冤圣王压制 但还没彻底清除 随着夜晨深入 他终于感应到了 若有若无的心魔波动 这心魔混合了诅咒的气息 当年的第十天 明显动用了八咒龙骨锁 用这件诅咒法宝 来催动心魔神通 提升心魔的威力 一头灰黑色的人形怪物 突然从一旁的树林里窜出 口中呵呵大叫 如一头猛鬼一般 朝着夜晨扑杀而来 心魔怪物吗 夜晨目光一宁 知道这是心魔和诅咒 混合而成的怪物 第十天在灾难天剑上 种下了心魔诅咒 这把剑存在秘境里 渐渐和天象地脉融合 天地变化 诞生出无穷的痴美亡粮 夜晨眼前的怪物 身影朦胧 如真死患 正是由心魔诅咒诞生而出 鸿蒙大星空 起 夜晨爆喝一声 立即开启了鸿蒙大星空 虽然眼前的心魔怪物 只有单独一头 实力颇为弱小 但心魔的杀法诡异到了极点 不能用常理揣夺 所以夜晨非常谨慎 直接开启了鸿蒙大星空 以免遭到心魔的袭击 用一剑挥斩出去 夜晨见风落下 顿时将那心魔怪物彻底灭杀 后者化作一缕漆黑的烟雾 随风消散在天地之间 而夜晨 有着鸿蒙大星空守护 普通心魔残念伤不到的 再向前前进 夜晨也遇到了不少心魔怪物 但实力都不算强 他能轻松应付 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渐渐地夜晨来到了山外中央 这里却是一大片平原 似乎是被人铲平了座座大山 影声声开辟出来的平原 这片平原上却布置着 成千上万座大镇 密密麻麻的大镇 互相交织叠加 轰隆隆地运转着 牵动天地大势 发出阵阵震荡巨响 在大镇中央是一座古老的宫殿 比起寻常宫殿要大上几分 在宫殿之间却是镶嵌了一颗珠子 散发出无比冷冽的寒气 让整座宫殿都笼罩着一层 寒冰雾矮 烟雾鸟鸟 如天上仙宫 宫殿大门紧紧地关闭着 顶上悬挂着一块牌匾 上面印着 兵破剑斧四个字 到了 在那天间的封存之地 夜神目光一缩 看向那座宫殿 隐约之间捕捉到浓烈的天机 传说中的灾难天界 就封存在宫殿之中 毫无疑问 这是太上天女亲自布置的大手笔 想抵达那座宫殿 必须先闯过宫殿四周的千万座大镇 一个个大镇 无火神雷镇 冰霜落雪镇 子母追魂镇 大盗吞噬镇 风云 逆沙镇等等 层出不穷 密密麻麻 互相混合而不混乱 如宇宙星辰 遵循着一股独特的轨迹运转镇 互不侵犯 这些大镇显然是 太上天女亲手布置的 是个夜晨的考验 夜晨只有闯过这一座座大镇 才能够真正抵达宫殿 那座宫殿名为冰霍剑斧 是封印灾难天剑的所在 宫殿顶上的那颗珠子 却不是普通植物 而是一件混沌至宝 叫冰霍天星 正是混沌九星之一 是缩小了无数倍的星辰 这颗冰霍天星 充斥着浓烈的寒气 星辰上到处都是冰川 霜雪 冻土 万年不化 冰霍天星的存在 大大封住了灾难天剑的气息 所以夜晨没感应到 灾难天剑的剑气 但已经捕捉到天机因果 灾难天剑就在里面 不会有错 小子 快动身 别耽误了时间 轮回目的里 太宣镇皇催促起来 必须得尽快破阵 进入冰破剑府 夺取灾难天剑 否则的话 等灵剑仙和霸刀神 杀上来 那就不好办了 夜晨此行的目的 是夺取天剑 不是要杀人 如果因为那两人 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可麻烦了 夜晨重重点头 也感到灵剑仙和霸刀神 是一个隐患 想轻松解决他们 几乎不可能 就算能杀死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到时候 他耗尽灵气 再面对灾难天剑 非但不能夺取 还可能为剑气反噬 当下夜晨更不迟疑 大步闯入大阵之中 感谢观看